大批行徑想盡辦法披荊斬棘 走入竹林 因為他們旁邊帶著的嫌犯 把他的親生兒子 棄屍在基隆深山 一邊還是水坑 走的每一步都得格外小心 但怎麼樣都不能放棄 勢必得找到男嬰到底被丟在哪 還說跪河 跪河 跪河 披荊斬棘 為了找到男嬰 警方越過蟲蟲山裡 還得越過小坑 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就怕一個沒注意反而跌入坑裡 還好黃天不負苦心人 找到了小箱子 在那邊嗎 大樹 還要上去嗎 這裡是基隆市一處半山腰 23號上午7點多 巡獲了一具男嬰的遺骸 警方跟著男嬰的爸爸到場指認 來到這處山區人煙稀少 原來半年前 男嬰的父親早就把身亡三個月的男嬰 棄屍在這裡 但經過了整整五年 男嬰的遺骸才被發現 被棉被還有床單包裹放在紙箱中 丟棄在基隆的一處半山腰 他向警方公稱 男嬰是睡覺到一半突然去世 自己並沒有殺孩子 由於自己的故鄉在基隆 才會將孩子丟棄於此 而根據了解嬰兒去世的這五年 男子只要出入行動 一定都會提著一個手提袋 而裡面裝的疑似就是男嬰的遺骸 整整半十五年 一直到今年初 他才將男嬰丟棄於基隆 由於身父涉嫌重大 目前已經遭到積壓禁見 而母親則是被限制住居 男嬰的父親究竟有沒有殺人 動機為何 檢方目前已經介入爭敗 要追出真相 好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新北三名男童他已經滿六歲 要入學國小一年級 而且奇怪的是他的家長 明明已經在線上完成了報道 結果8月30號開學日當天 卻遲遲沒有入學三重的某個國小 那麼校方也趕快跟媽媽聯絡 結果才發現媽媽其實搬到新竹 他已經有了另外的家庭 而且這媽媽還告訴學校說 上個禮拜他才看到男童啊 還說男童人在爸爸那邊 結果又問了在台中工作的爸爸 爸爸就說了他會帶男童去上學 但問題是學校等了第四天 教育局乾脆到他們家裡去家訪 就是在這樣子棄而不捨 從學校到教育局 棄而不捨的追查之下 才發現原來這男童已經離世五年 國小學童們一個個踏出校門 上了一整天的課 終於可以回家休息 跟爸爸媽媽來個擁抱 不過新北市一名男童 明明已經六歲 到國小一年級的入學年齡資格 5月由家長透過國小新生 入學線上報道系統完成報道 8月30號開學日當天 卻沒有看到人 過了四天後 男童依舊沒有上學 9月1號2號持續聯繫母親 9月3日假房並通報社補單位後 仍無法掌握孩童去向 因此通報警察單位進行協訊 男童出生地在新北 教育局聯繫到在新北三重的男童外婆 在器而不捨的追查下 發現爸爸媽媽生下這名男童後就離婚 雙方幾乎沒什麼聯絡 爸爸仍在台中工廠工作 媽媽仍在新竹 教育局和警方透過外婆找到媽媽 再接著找到爸爸 才知道原來這名男童已經過世五年 半年前爸爸才將遺體丟棄到 他自己熟悉的老家基隆山區 原來媽媽已經重組家庭 表示孩子在爸爸那邊 校方跟爸爸聯絡後 也表示會帶孩子來上學 問阿嬤 阿嬤 餘會餘長不肌 所以他們三個之間 可能就怪怪的 校方聯繫開學注意事項 爸爸媽媽都說沒有問題 如今透過教育局棄而不捨追查 男嬰遭棄屍才曝了光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做一新的聯繫訊息 新北市三重警方調查 一名男童在今年九月份開學時 沒有到校 發現他七年前還是嬰兒時期就身亡 父母親各自辦事了多年 而去年有身父棄屍在基隆的山區 做一新的狀況 雷仙記者徐宇辰 好 主播觀眾 帶您來關心這起 駭人聽聞的命案 一名男嬰遭到父親棄屍在基隆的深山 那麼這起案件怎麼樣被發現的呢 透過手版帶您來看更清楚 從八月三十號的時候 這名男嬰 這名男童應該要去上學 不過卻沒有去上學 教育局社會局介入之後 來調查來聯繫了家長 那麼到新竹來家訪 這個楊姓生母 卻沒有看到男童的身影 警覺有意因此通報 不過在九月六號的時候 這名楊姓生母還向警方來報失蹤 這名楊姓生母說 她早就離婚了 小孩在黃姓生父那邊 不過到了九月二十二號 警方到台中找黃姓生父 她說她託朋友來帶兒子 但是調監視器之後發現 和這名黃姓生父的說法不符合 因此將黃姓生父帶回偵辦 那麼到了九月二十二號呢 這名黃姓生父才公稱 男嬰他的兒子呢 就在三個多月大的時候 就已經死亡了 那麼當時呢 黃姓的生父 他是有這個遭到通緝的身份 疑似就是這樣才沒有報案 他後續呢 將兒子埋屍在基隆中山區的深山 那麼到了九月二十四號 黃姓的生父就被羈押 禁見了 那麼今天下午呢 男嬰的遺骨也要來進行相驗 來釐清相關的案情 那麼東三新聞也會持續的 在現場來為您掌握 最新消息再把時間盡頭 交還給彭麗主播 遭到了氣失的男嬰 戶籍地在新北市三重 由於他已經到了要上 國小的入學階段 卻遲遲沒有就學 案件才會曝光 而根據了父親的說法 說男童已經死亡了五年 社會局呢則指出 家屬呢確實有清領過 零到兩歲的育兒津貼 基隆偏僻山區出現男童遺骸 消息震驚全台 誇張的是父母疑似都沒有吐石 父親被失五年 被警方依照殺人罪 及遺棄屍體罪嫌移送之後 新北市社會局也揭露相關案件細節 指出過去男童就因為沒有入學 校方有通報社會局 社工前往家訪 也發現男童其他兄弟 有正常就學並沒有異狀 而且家屬還有請領過該名男嬰 從出生零歲到兩歲的育兒津貼 究竟津貼是誰領的 是爸爸還是媽媽 在男童死後 還假裝沒有異狀 欺騙社會局 如今除了針對是否涉嫌詐領 有待進一步調查之外 男童的死因到底是不是 如同父親所說 是異奶導致死亡 還是有失暴等狀況 月季25號下午兩點相宴 釐清案情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也是人失踪 該上學的學童卻沒有出現 金龍就發生了 男嬰遭到父親棄屍的案件 這一名身父共稱 男童是意外身亡 辦事長達要五年沒有報案 而沒有報案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自己是通緝犯的身份 這名小男童年齡算起來 應該已經六歲 卻沒有去國小上學 一查才發現 是被父親棄屍在了基隆的山區 而父親被逮的時候 他只有承認是棄屍 表示男嬰是在三個月的時候 突然失去了呼吸心跳 生母本來想要報警的 不過因為身父當時是因為 詐欺案被通緝 因此制止報案 後來他共稱 裝到了手提袋 辦事有五年時間 直到了半年前 才把男嬰丟到了 基隆老家山區 對 對 感谢观看